最近一段时间开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的事 又让全国人民很开心 由此造水入江的话题也跟着又热了一把 为了新疆用水的事 全国人民可以说是操碎了心 例如红旗河工程 引薄入江工程 榨出喜马拉雅山等等 一个比一个高大上 那么各路骗子也是趁机出动 不少大爷大妈进城韭菜 很多新疆朋友很无奈 我们不太缺水 不劳大家费心 那么新疆到底缺不缺水 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缺还是不缺 新疆人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 在全国人民眼中 新疆当然很缺水 全国沙漠的老大和老二都在新疆境内 当然这一切不是大新疆的错 而是三哥惹的祸 6500万年前 印度还是非洲大岛 但他来个平沙落雁市 一屁股撞向东亚大陆 改变亚洲地理 影响人类历史 这次史上醉牛碰瓷 首先形成青藏高原 然后爽了江南 最后却苦了新疆 青藏高原 晴天一驻 往来雨路都得沾沾 最终成为亚洲水塔 青藏高原 又向挡风墙 把太平洋季风挡在江南 成就中国鱼米之乡 原来属于沿海的新疆啊 却被挤成内陆地区 成了亚洲离海最远之地 这次惊天一撞啊 拱出系列山脉 形成400毫米降水线 东边住着中国94%的人口 西边住着中国6%的人口 而新疆年降水量 只有150毫米 伊犁河谷由大西洋季风 年降水量在400以上 成为塞外江南 然而 哈利姆盆地 布鲁班盆地 不足50毫米 盆地中心不足20毫米 所以在常识中呢 新疆极其缺水 上一集 我们从地形降水量 得出新疆缺水的结论 今天我们换个角度 继续聊这个话题 但换个角度一看啊 新疆也不缺水 靠着几根青天柱 阿尔泰山 天山 昆仑山 喀拉昆仑山等等 新疆境内的大冰川 总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冰川面积的44% 冰储量更是达2.7亿立方米 是天然的固体水库 新疆人傲娇地说 新疆人均用水4918立方米 全国人均才2267立方米 按在全国排前景 几乎可以天天泡在水缸里 即使是塔里木沙漠 新疆最干旱的地方 也拥有大量地下水 初步估计约为110至148亿吨 最新数据更是天文数字 据说是美国五大湖的石碑 也是贝加尔湖的石碑 那么这么多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冰川融化的水 可是这些地下水 大多是岩碱水 浓度为海水的60% 基本上是不能饮用的 上一集我们讲到新疆 由于多个高山分布 境内冰川广布 因此地下水是异常丰富 可以排在全国前级 新疆人几乎可以天天泡在水缸里 但是当我们站在更大格局 从整个国家角度来看 新疆还是非常缺水的 新疆占全国面积17% 才住全国人口的1.7% 试想一下 如果新疆降水量达到400毫米以上 就还能再住2亿人口 或者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吃上更多牛羊肉淡奶 而中国的粮食也不再依赖进口 不会再受制于人 除了农业大繁荣 工业也会大发展 比如纺织产业 棉花 化鲜都得用水 如果水源充足 产量给搬几位 而煤炭机械等行业 如果有水都会腾飞 甚至可以畅想一下 当水的问题解决了 西部国土都成两天 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 西部将变成中国经济又一个引擎 东西部发展也将趋于平衡 伴随着一带一路推进 海上思路和路上思路双向贯通 中国将在方方面面赶超欧美 古老中国将重现汉唐荣光